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5月22号星期六 我们一块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那么昨天点了一句说菲律宾政府为了绑过来 管住菲律宾人对于接种疫苗品牌的挑剔 所以推出了疫苗盲盒的政策 也就是说菲律宾民众在接种疫苗之前 他是不知道所接种的疫苗是什么品牌的 那么只有接种了之后他才知道 就是为了防止他们这些对品牌比较挑剔的情况出现 因为这样的情况肯定会阻碍接种疫苗的速率 但实际上我想多说两句 其实菲律宾人和菲律宾政府之间的智商 我觉得是不相伯仲的 反应速度也是不相伯仲的 难道菲律宾政府就没有想过 你现在推出疫苗盲盒的这种政策之后 其实你在国内又不是强制接种疫苗 那么菲律宾民众为了能等到 他想接种这个疫苗 他可以去等 他不接种了 等到你什么时候这个品牌透明了以后 他再去接种 那么其实也是 没准还比你这个盲盒更加滞后的 这个接种疫苗的速度 所以这个方法并不是一个很明智的方法 肯定是菲律宾政府 一看着急 临时拍了个脑袋就出来的 那么现在菲律宾民众 一看这个政策出来之后 肯定一拍脑袋 但继续等 等到那个是吧 哪个品牌他们想要接种的时候 再去接种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呢 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如果想在菲律宾呢 就说尽快加快这个疫苗接种 那个速率啊 我觉得两个方法其实很重要 一个呢 就是偶像作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菲律宾吧 呃 就是人嘛 单纯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被偶像带走啊 菲律宾人很多这种穷人嘛 其实还是很单纯的 而且他们特别追韩剧 我觉得他可以找一些韩国的明星拍点宣传片 对吧 然后呢 说打疫苗的事情 我觉得在很多菲律宾的这个青年人里面啊 孩子里面啊 应该有很大的这个引导作用 可以刺激到他们去接种这个疫苗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激励的方式 怎么讲呢 就跟国内似的啊 让他们向中国国内学习 就只要你去打疫苗 就给你发鸡蛋啊 发米 发面 对吧 那菲律宾对于菲律宾人来说呢 你没必要给这些啊 这些的话 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刺激性也不是很大 你就发什么呢 发甜食啊 发这个甜点圈 对吧 发咖啡 对吧 最好呢 是你只要打疫苗 打一次 给你发五个多纳斯加的甜点圈 加一杯星巴克的这个冰美食啊 然后我觉得呢 这个菲律宾人呢 应该是很推 很推崇这样的东西的啊 所以我觉得 这从激励的角度上来讲呢 菲律宾人可能更愿意去接受去 就是说 弱化他对这个 对品牌 就是新冠疫苗啊 这个品牌的影响 他们更愿意去接种这个 各个品牌的疫苗 反正轮上哪个 就是哪个啊 反正就是 打那个品牌 就随即 我觉得他们是应该是可以接受 这个事情的啊 你说 纯粹的说 那个开盲盒 我估计啊 菲律宾人可能在想啊 我去 是开盲盒 你政府肯定是 有计划的 打哪些 所以他其实还会给你 菲律宾政府 填一个阴谋论的这个想法 所以我觉得 没必要 你知道吧 就反正你也 就为了这个防疫嘛 也花了不少钱了 何必在这上台省钱呢 你就是多花点钱呗 对吧 请这个菲律宾民众 打个疫苗 吃点好吃的 再加上点韩国的宣传片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韩国偶像过来 给他们拍点宣传片 我觉得这个事情 应该是可以 正常玩下推动的 我觉得这是符合 菲律宾民众的一个 正常的这个想法的啊 好消息是 现在这个 反正全世界吧 给菲律宾捐助的也好 还是菲律宾自己买的疫苗啊 反正在这个月呢 我看已经将近500万剂了啊 我觉得能 至今买250万人能打吧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正面的消息 希望呢 反正菲律宾吧 能尽量实现这个全民防疫吧 全民免疫 全民防疫这个事情 把这个 这个疫情 这个难关赶快度过去吧 因为好 后边好多的朋友 还在等着入境菲律宾的工作啊 好了 现在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吧 明天我们再继续聊菲律宾的事